觀眾朋友午安 歡迎來到新台灣星光大道 不說你不知道 好 最近呢 因為郵電雙漲搞得大家 哇 民怨衝天啊 昨天五一勞動節的時候 很多人上街頭在那邊怒吼 怒吼的原因之一呢 就是說好像物價飛漲 漲是不是為什麼呢 郵電漲價對不對 好 那現在呢 馬總統說他聽到了 昨天晚上好晚呢 10點鐘才開了一個記者會 就在那邊講說好 郵電呢跟原來講的說 5月15號要一次漲足呢 就不一樣了 我們先來看到啊 這個電價調漲 先前的版本 跟昨天昨晚上呢 推出的最新的版本的不同 本來是再過兩個禮拜 5月15號要一次漲足的 現在分成三個階段來調漲 首先是6月10號啊 這個日期呢 推了快一個月 6月10號先漲四成 然後在12月10號的時候 再漲四成 然後剩下的兩成 要看看台電改善的績效 再來決定 漲不漲什麼時候漲怎麼漲 好 這個是一個部分 而調漲的內容呢 最大的差別就是120度以下呢 原來是要這個120度以下 才不漲現在呢 拉高到330度以下不漲了 然後這樣子一個版本 大家是比較高興嗎 真的對於這個荷包有比較省嗎 大家的心理上真的比較舒服了嗎 現場的來賓先介紹 這個資深評論員沈富雄 大家好 恭喜大家今天股市 跳空帶亮長紅 好 資深媒體人劉毅宏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黃光晴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黃敬平 先生你好大家好 大家好 好 資深財經記者盧彥利 大家好 大佬我們先請教一下 昨天晚上那麼晚才知道這個消息 你看了這個新版本 有沒有比較滿意一點 當然今天你看媒體 還是雜七雜八講了一些負面的話 但不要理他 我跟你講你今天有機會做總統 或是組閣很多雜七雜八的 就不要太 因為今天大家的反應 看股市就好了 股市已經很久沒有這個量 而且一漲就是170點以上 就說大家初步的反應是好的 但是我也不同意說 馬英九昨天晚上這個決定 是在滅火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火是不需要完全滅的 因為這是應該的 只是一下子火是也許 太猛 大家的感覺不好 所以馬英九昨天這個改成三次漲 這是灑一點水 火這個灰 這些周邊的溫度稍微低一點 火勢不會那麼猛 灑一點水 有在滅火嗎 當然不是 力道不夠滅火 而且這個火是不能滅的 但是這個總體來講 給人家的感覺是不好 表示你這個又是負子齊驢了 又是沾前顧後 又是一改再改 前後反復 而且給人家的感覺 好像五人小組 是王金平跟蕭萬常 說了算 好像五個人裡頭 那兩個才曉得民間疾苦 其他三個是不懂 而那三個不懂得 包括總統在內 我覺得這感覺非常的不好 而且第二個就是說 改成40% 40% 20% 這個是第四個版本 我覺得這個數目這個breakdown 這個分割是好的 但是最後20%說 如果台電內部不改革的話 就不可以漲 這一點我反對 反對 我反對 我非常的反對 為什麼 台電的員工才不在乎 我不改革 你不漲 台電繼續虧損的話 台電在乎嗎 台電都是國營事業的員工 台電虧損 有人在乎嗎 應該怎麼講 你台電不在一段時間內 完成改革的任務的話 這個20%不是不漲 而是什麼 而是台電趕快 部長又說話 因為部長是國庫的問題 是我們台電大家的問題 正好想說改革好了 不用漲 不不不 這個你就上了民進黨的檔 完全改完以後 也沒有那麼大的差別 因為現在在野黨 喜歡去強調 改革跟不改革的虧欠 虧損 好像現在你看 聽潘孟安的講法 好像所有的虧損 只要改革完以後 結果就沒有虧損了 胡說八道 但是我覺得 馬英九出來殺灑水 我覺得是對的啦 因為看看股市 177點 明天再紅一次 大家都開心啊 你知道嗎 好好好 不過我們先來算一下 實質上 昨天所講的這個三轉的調漲 6月10號 其實這裡天已經悶熱的半死 有的時候你說昨天 南部都已經有38度了 不開冷氣很難 到底我們面對的是 怎麼樣的一個電費 我們先來算一下 好其實這樣子的一個電費的 政策大轉彎 我相信對一些經濟能力 比較有限的一些民眾來講 大家當然還是會覺得 稍微可以喘一口氣 所以其實我個人還是覺得說 這個政策 雖然就像剛剛沈大佬講的 報紙上面 今天有不同的一個評論 有不同的想法 但起碼對市井小文明來說 我覺得是一個加音啦 好我們來試算一下 一家四口 夏季呢 這樣子的一個新政策之後呢 他們大概可以省多少錢 以一家四口來說呢 夏季的用電 我們假設是427度 當做例子好了 調漲之前呢 每個月的電費 大約是1288塊錢 在這邊幫大家算出來 那原先的一個調漲方案呢 是一口氣要一架到位 一架到底是16.9%的調整的方案 用原先這個方案之後呢 電費呢會一口氣漲到1455塊錢 會跟原先漲價之前比較起來呢 是增加167塊錢 大家不要想看167塊錢喔 可以吃三個國民便當 好那6月10號這個新的方案 也就是昨天總統呢 親自宣布拍榜 定案的最新的方案呢 一家四口呢 同樣是用427度之後呢 電費呢是降為1312塊錢 跟原先的調漲之前的 電價比較起來呢 是只有微幅的增加24塊錢 換句話說這兩個方案比較起來喔 其實也是省了143塊錢 所以我剛才來講就是說 其實對很多的這個商班族來說 還有市井小民來說 大家還是覺得說 有這樣的一個分階段的調漲 大家心裡頭至少會覺得 有稍微喘了一口氣 經濟壓力比較沒有那麼大 不過是上期現在大家在擔心的是什麼 雖然呢電價它是分三個階段來調整 可是感覺上物價回不去了耶 因為其實我們看到這一波喔 不管是什麼奶粉啊泡麵啊 或者是餅乾啊飲料 通通都在找 那現在呢 就算你電價分三個階段來調整 是不是欸業者 特別是有一些沒有良心的業者 不孝的業者 他會不會因為電價分三個階段來調整 好啦 那我也來分三個階段來調整 我商品的一個售價 所以現在民眾最擔心的是這件事情 那我也趁這個節目來呼籲一下 我們的相關主管機關 特別是公平會喔 因為我們常聽到業者在說 啊嘿 電費也在漲啊 接下來可能水費也要漲啊 那油費也在漲啊 我的運輸成本也要在漲 可是到底這樣漲合不合理 所以我要特別請我們一些主管機關 特別是公平會要好好去了解一下 這樣的漲價到底是不是合理 不要天天靠我們這些喔 記者或者是媒體人在節目上喔 提醒這些主管機關 欸真的是很累了喔 因為畢竟也是主管機關喔 那所以就是去做一些試算 如果說這樣子的漲價不合理的話 看第一個是不是要處罰 那第二個呢 是不是甚至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處罰的相關的一個政策 我覺得起碼能讓民眾會覺得說 這樣子喔 就是相關的一個物價的調漲 不會漲過頭 這是我特別要提出來的 好不過英雄大哥 有的商家有的企業講說 你這個你分成三次這樣慢慢漲 對我們來講有點緩衝 我們可以去應變 但是也有家庭主婦啊 老百姓來講說你管他的 反正你後來都是要漲嘛 根本沒什麼差別嘛 那你怎麼看呢 其實我個人認為說 因為台電它是公司是不會倒的 台電不會倒 那你現在你這次漲價的目的是什麼 你是填補台電的虧損嗎 填補台電的虧損的話 如果說你是可以分期來慢慢漲的話 它慢慢補嘛 一次漲出去一次補 那到底能補到多少 那這個物價漲的問題 我是覺得政府很難干預物價 除非它是聯合壟斷 聯合壟斷一起漲 或是有非法的囤積 你才有處罰的法律依據 或者的話這個價格到底合不合理 其實是市場機制來決定 我今天這東西賣得好 我明天就把它調漲價 行不行呢 它是可以漲的 那我賣不好 我要把它降價 它也是 市場機制來決定 政府要干預物價 它是很困難的 但是你因為你這個台電 電是你政府國營的嘛 你當然你要考慮到 小老百姓能不能負擔啊 因為我沒有辦法到別的地方買電啊 它沒有競爭的關係 只有你台電 你給我多少價錢 我就多少價錢 除非我不用 但是我電用 非用不可 那馬英九今天 我覺得它原則是沒有改的 漲原則是沒有改的 問題是它的手段改了嘛 那你手段改了 你這樣改來改去 你馬英九對不起那些 替你辯護的人 你今天說一次要調足 也有人替你講啊 說一次調足是對的啊 本來就應該這樣做是對的啊 那你現在又變成說 我要分斷漲 那昨天才幫你辯護說 一次漲是對的人 他又怎麼解釋啊 你怎麼害死唐湘龍呢 我告訴你啊 經常是你辯護 你這樣辯他辯去 你知道他怎麼講 就像那個水林明義講的嘛 歸曲變阿翠 馬英九的決策 經常有問題 怎麼一個總統能做到說 喔 你做任何事 都沒有人跳出來支持你 照道理來講喔 你長 支持長的人會支持你啊 對不對 那反對長的人會罵你啊 那你現在 分斷長 那也應該有人要讚美你才對啊 那你馬英九 連五人小組你都搞不定 你這個政府你怎麼會領導呢 我不相信馬英九是昏庸到說 以民眾為敵的 不會的嘛 沒有一個總統或是國家領導人 希望物價不穩定 希望站在民眾的對立那一邊 不會的 但是問題是 你難道不能說有些事情先考慮清楚嗎 尤其台電這種東西喔 這麼大的公司 欸 不要說國營公司 民間的大公司 像台積電 聯電這種 你好好去找他的毛病 少一少 大公司 少一少 這裡省一點 那裡省一點 擠起來就很多了 所以 沈大老講說 他可能不會像外面講的說 省那麼多 台電有沒有弊案 我認為要查他們才會怕 但是以前我很早跑新聞的時候 台電購媒弊案是被起訴過的 但是最後是判無罪 查很久判無罪 但是你說這麼大的購媒案 會有沒有弊案 當然會有嘛 只是你查不出他有罪的證據而已 那你政府有認真的查 下次他們要訂合約要幹什麼 第一個 約不會訂的好像 好像 該主張的權力你不主張 第二個 他們會比較怕 你政府有在盯 盯著他的話 他就不會做怪 好不過呢 光晴姐昨天不管怎麼樣 這個新的政策拍板定案 今天如果你一打開報紙標題說 有什麼三分之二 百分之六十六的人 他們不會漲價 多少看了 是不是心裡還是比較舒坦一點嗎 政府昨天晚上這個做法 不值得半點的讚美嗎 其實我還是很沉重 第一個就是物價 就像潘斗拉的盒子 你一打開它收不回來了 而且你分三階段 還是有人擔心 就是溫水煮清花的理論 不在於說 你電價 這個未來會有什麼樣 還再次的變動 而是在於說 你每條一次物價還會被再波動 這是余計有蠢嗎 那第二個就是說 當然像倩妮您剛剛講的 看到有一個部分它改變了 就是說120度下 它提高成330度下 那我們家 加上公共處所的用電 我們家是一個月是400多度 那我們是二口之家 我們也經常在外面 那我是覺得330度 這個算是緩解了很多人 750幾萬戶的家戶 那我覺得這個是很大的一個改變 那但是呢 分三階段 你仔細去看 但時間是緩衝 倩妮剛剛也提到了 但是問題是說 你最後壓了一個 要等台電20% 是不是真的做到改革了以後 應該是說 它是不是做到改革後 我們留20% 看決定要不要調漲的一個時間表 但是我認為這個多此一舉了 改革應該放在先 你這個選完到這麼長 長一段時間 因為你已經有預期 我們什麼時候要漲 你這段時間在做什麼 而且改革不能只是說 我留20% 會給我直接聯想到 改革難道只有20%嗎 那你整個是一個折扣 改革要做到100% 你要先抓 剛剛劉大哥講的 有沒有黑洞 有沒有幣案 有沒有一些這種 堵不起來的 這樣一個洞口 你不堵住的話 那你未來還是會 同樣的問題 還會發生虧損 那你要先 把這邊清理戰場 然後之後呢 你才會有一套公式 看我們是怎麼虧的 那未來還會虧多少 我們才會有方案 才會有調漲 它現在整個本末導致了 所以這也是非常遺憾的 那你不用等第三階段 期待說它不會調 不會漲 三階段 第三階段還是會漲 你現在要準備心理 那再者剛剛提到就是說 整個馬政府的決策 荒腔走板 關鍵是在哪 它不是剛上任 它第二任馬上要上任了 它有經驗 不是沒有經驗 你執政四年是經驗的 結果決策混亂 而且 最後淪於一個 喊架式的一個過程 我真的很擔心 鄭所稅資本利得稅 你現在已經是這個狀況了 七零八落了 那你未來 你這個在推動任何決策的時候 是不是也是一樣 到最後 要不然半套 要不然是打個八折 要不然就是七零八落的 這樣的狀況 你此言改革嗎 還敢再講改革嗎 那還有一個 馬總統在過程中 他講了一些話 那種強硬的態度 好對抗 找錯對象 找錯敵人的那種狀況 非常嚴重 他在海外說 是我們自己不知道珍惜 人在福中不知福 然後他也認為他做對 對的就要執意去做 他帶鋼盔也要做 還有今天不做 明天要後悔 甚至他一回國 文傳會 國民黨文傳會 給的那個所謂的 語情報告 裡面講說是綠營的人士 發動民怨 所造成今天我們探討 郵電雙長這樣的一個議題 那你看你就覺得 會吐血嘛 甚至他認為是我們不知道節省 他來出來現身說法 省電達人 冰箱只能12個小時 然後還要怎麼做怎麼做 他在跑樓梯之類的 你會覺得這整個過程 真的是不堪回首 越民眾 這整個過程真的是讓人家不寒而栗 馬總統他因為這樣學到教訓了嗎 還是我們以後真的要面對一個 荒牆走板的一個政府 不過這次雖然說是 先把這個漲價的日期 往後移 但是很多人講說 你之前要漲的東西都已經漲了 那你之後不是給人家更好的機會 再漲一次嗎 要扒幾層皮再夠 我們先來看 要麻煩了 好 馬上來 日式豬肉丼飯價格雖然沒變 但份量已經變得比較小碗 要麻煩了 還有知名小籠包連鎖店 人氣商品爭角也已經漲了33% 就連清涼的剉冰 夏天還沒到 也悄悄漲價 都花一人還漲到比一個便當還貴 店價六月才正式漲 但不想小吃餐廳 因為預期心理先反應 現在政府又拍板 分成三次還漲 民眾依然有罵聲 因為就怕物價因此漲三次 就是民生物品一直在漲的話 對 會影響到我們 那所有的開銷 店又馬上就要 也不是漲很多嗎 其實很多東西都漲很多 老百姓真的很辛苦 原本店價從一次漲足 現在分成六月和十二月各漲一次 最後還有一個階段 時間未定 但也是恐怕在明年過年 只是光是六月漲電價 物價就在五月先波動 到時十二月電價再漲 是不是十一月又會有多物價漲 甚至明年過年 年貨恐怕還要更貴 我們的海鮮食品 所以有一些鏡頭的東西全都漲了 雖然行政院要東平會查物價 還開放了法務部的檢舉電話 要查同貨和壟斷 但像是小吃漲十塊 一盤菜漲二十塊 東平會不可能因此開拔 但東漲西漲 還是由民眾自己默默承擔 昨天新聞曾經西商議台北 採訪報導 好電價漲啊 這個延漲啊 把日期往後推 然後一拉拉到半年 甚至半年之後 是不是另外的二十 百分之二十 是不是還要漲 搭長的大家預期心理 反而是多扒幾層皮呢 馬上回來